好 观众朋友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来讨论就是陈兆敏 那么因为呢他当时的确 他也做事这个 柯中庆等人呢对着江国庆 逼供行求 那么但是呢当然就造成了这个江国庆的冤死 那结果呢现在看到陈兆敏 好像也没起诉也没有什么事情了 然后呢照样领所谓的18% 有人就觉得看不过去 民怨可能会再起 我想这个点这个光庆也谈一下意见 因为他自己也有承认嘛 他说那时候他也批示说可以啊 可以去对这个人这样子的行求 给他看那个录影带 那因为那时候是情势紧张 是把所有的精神用在指挥作战 而且还讲啊 他说如果女童命案没破 对她影响其实不大 可是后来就有人讲说 那你干嘛好像很紧张 很重视这件事情 还找媒体记者喝咖啡 其实这个案子说实在的 当我听到监察委员 或是相关的这个司法专业人士讲说 追溯期都已经过了 那只剩下舆论的压力 我感到非常沉重 尤其我看到这个自从江爸爸 现在的江妈妈 他们孤军奋战 就一个人奔走 当然现在陆续有人跳出来 尤其江妈妈我有时候看到他 接受call in的时候 他似乎对于这个舆论的表达 他也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 我说实在是非常难受的 那就一个 我不谈法律了 就我一个感觉 感受问题来讲的话 我也是属于六成多的那个里面 我相信是更多的 我想这个民调测出来以外的 我想可能八九成都有 这是标准的一个 我们眼睁睁看来一个是 草菅人命的一个案子 但是我们期望是说 一干人等 不要分什么我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当时候的侦查的这个权力 而是一干人等二十几个人都以杀人罪论处 我的这个平民百姓的一个想法 但是现在再去谈说愿意赔偿国赔 甚至说要追溯这些人的奖章奖金 18%退休金等等 我觉得这个当然要做 包括他们现在有什么国策顾问的啊 这种职位都要拿掉 但是我最终的希望是说 能够以杀人罪来论处 那其实骨子里就是说 怎么可能放任这样一个冤死的一个人 最后真正瞪大眼睛的送入刑场的人 老妈妈在奔走 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这是我们一个感受的问题 那我看这个案子说实在也蛮久了 还有监察院的那个整个那个报告 我觉得他们也承认说 错失了三个重大的时机 江爸爸是在他儿子被押进去的时候 他就开始奔走 帮到监察院 当时候监察委认为说 我们是只享有事后权 就是你司法要侦办到一个段落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介入 所以变成14年来 他们去年才提出这个报告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江国庆当初三次出庭 他当庭翻供 他说他有被刑求 当时候一个履姓的一个审判长 智若罔温 第三个 那个许容舟 他当时候虽然他这个自立的问题是 比一般常人是不正常的 可是他说 我都说是我都没有人相信是我 当然就当时候军高检他们采取 许容舟的这个经义跟掌闻 跟现场是不合的 但是江国庆在各项的这个物证人证方面的 有多达9项以上是不符合的 为什么在隔年就参毙了 那我要讲你刚刚讲说军方 有没有抢快 军方有没有责任 当然有责任 当初这个李天宇 他在取得了这个江国庆的自白 而且是行求逼供的自白 他在10月就宣布破案 然后之后呢 那个陈兆敏空军作案司令 他就请这个记者喝咖啡 说这个案子没有其他人罪证确凿 当时候李天宇讲说 他们是报纸误网误众 而且是科学证据办案 现在听起来都非常讽刺 那刚刚玉琳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在抓陈兆敏什么 除了这个事后之师 抓他什么退休金案 这个都是属于舆论的一个范围 你刚刚念那段文字很重要 今天报纸有写出来 当时候谁放那个结果录影带 给江国庆看的 陈兆敏他批的可 代表他是知道的 他后来也坦诚他知道的 他讲那一段话说 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精力 放在作战指挥 当时空如果作战指挥失道化 会影响盛大作战失利 如何如何影响最大 他说他不care这个疆案 可是事实上他非常care这个疆案 怎么可能说 你已经提到作战指挥会受到影响 你后面一个是一个 非常矛盾说你不重视这个疆案 说谎说谎说谎 甚至无耻的 还提到说江国庆跟他下跪 而且说他主动的 那我们法律上 拿他没有办法吗 相关的刑法官员我看了好几条 说刑法是追溯性改善二十年 但不能硕及既往 有的徐国庸委员又提出什么 刚刚大家讨论刑法一百二十五条 滥权致死 也有其他的伤害 就是你寻求造成伤害 还有妨碍自由罪 追溯权有十年的有两年的 有半个月的 零零种种 我们现在集众人之志 有立法委员有司法的专业人士 有律师有什么法学专家 我们希望我们找出来 不要跟我们讲那么多 对 不用管说是李登会时代发生的 那八年陈水扁他们有奔走吗 有为这个案子有平反 马英九这个时候平反了 对不对 你这挖在帐上 但是我们期望说马总统 我们只能这样子说 这国家国家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爱莫能助 其实这是一个情绪问题 对 我说实在我不希望下六月雪 六月雪是一个 眼睛会出血的一个 我们眼睁看的一个无奈 好 而且其实就像刚刚在讲的 说不是什么账呢 都一定要算在马总统的头上 可是谁会算这个账呢 民进党会算啊 那我们看一下民进党 对于行求致死 结果呢 这九名军官没有任何一个人 遭到了起诉 所以呢 他们就说了 马总统的司法改革 是沦为口号的 民进党对于这样的侦办结果 完全无法接受 尤其马总统四个月前 还信誓旦旦说要追究 涉案人的责任 负责就责的军司法联合专案小组 却变成了军司法联合卸责小组 让马总统所谓的司法改革 沦为口号 而家属也在受到二度的伤害 所以这个不是 我们今天要算这个账 是民进党在算这个账 那沈大佬你的意见呢 我没有看到民进党 这一段新闻稿 但是我不看也料到 民进党会这个讲法 因为这个马上一般老板人 就会说 这是恐龙司法 恐龙军法 这个账当然算在马总统身上 你就是倒霉嘛 那我必须讲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 也很震撼的案子 比如说 站在江国庆妈妈的立场 不用了 我们站在旁人的立场 不要说一个生命平白的 就被枪毙掉了 你就想明明不是我 就是因为种种 这个周边的证据 变成是我 而且定验了 而且要等着死 最后枪毙了 光是这一段 你当事人的痛苦 比砰砰死掉 那一刹那更痛苦 如果你是身为父母 想到你儿子 必须经过这一段的话 真的是噩梦连连 真的是噩梦连连 所以我完全了解 江国庆妈妈的想法 但是她说 没有一个人来道歉 我要给江妈妈讲 不会有人道歉的 因为今天如果他们有罪的话 他们不用道歉 但如果他们没有罪的话 更不会来道歉 我举个例子 这个就很像医疗纠纷 医师会去向家属道歉吗 不能道歉的 你道歉就是认错 你现在法律 没有说你有罪嘛 你怎么可以认错 可以去道歉呢 而且是一干一票人 不是一个人 一票人如果要道歉 大家要追回来 怎么大家都没去 只有你一个人去 所以江妈妈这种讲法 我可以理解 但是是不可能的 那国民党的委员说 修法要亡羊补牢 这个也是没有用 于事无补 这个没有回溯效率 但是今天当年 我觉得也是因为 过高的民粹 也许民粹压迫 这个就是说要限期破案 这个要交代 给社会一个交代 也许就是因为那种 高张的民粹压力 才会说必须要速审 速结束 今天是另外一种民粹了 所以我现在就要讲到 这个苹果的民调 你看聪明如黄光琴 也把自己摆在那60%里头 也说我觉得这个不对 这个民怨冲天 这个不行 那我可以了解 这60%的感情 但是问题是所谓民粹 就是说不是立足在法律 基础上面的怨气 这个我觉得是要化解的 今天说要把那些用行政法 把他们追回 说奖金那些东西 是本来你高升的 是不应该现在把你追回 就降到原点 但是大部分的人民是认为说 你们是要受到处分的 不只是缴回去那些奖金 缴回去那些奖章 所以这样的处分 这个民气无法消除 所以我认为 像这样的民粹 像这样的有冤无处生 那如何抚平一般老百姓的感觉 尤其是如何抚平姜妈妈的感觉 我在百思 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现在在这里 想出一个 也许是一个可笑的方法 但是我在这里呼吁 我们全台湾自认为 你是很高干的 律师界的 好律师 而且是高阶的 大家听到你的民粹 是肃然起敬的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案子 有着墨 有你插手的地方 我请三位出来 帮姜妈妈打官司 如果你们三位 打赢了官司的话 你们所应该拿到的 律师费 刚刚亚老师说 这工费 工费那是另外一个层次 我负责募款给你 我负责向社会募款 付清所有的律师费 但是如果我今天做这样的呼吁 一个礼拜里头 连一个律师都不敢出来 都觉得他出来也没有用的话 那我觉得民粹的怨气 就应该适可而止 其实已经有三位的律师 这边就是黄宏霞 林峰镇 还有一个游姓的律师 他民间司改会的 但是我说实在也很无力 他们是因为是律师 旧法论法 他们只是争取再审 争无罪的判决 就是我们看到 江国庆平反 冤于赔偿这个部分 其实还有一个律师 一直多年来在协助降家 黄达元律师 那我是在想说 刚刚沈大老讲的那个是不是 刑事上你目前现阶段 或者是陷入僵局 这些因为现有的法条 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追溯的话 那民事上 刚刚沈大老讲这些建议说 这个律师或是民间司改团体 我建议是否能够协助江家 江国庆的老妈妈家属 去协助走民事损害赔偿的一个请求 就民法第185条 你不要误解我意思 你不要误解我意思 江妈妈今天要求的就是说 我一定告陈赵明 告到底 而且是告刑法的 我跟你讲 民事的赔偿的部分 不用大家操心 我觉得是那个部分 你不要把我误导 你说我要去误款 你要把我靠进去的话 我不需要我误款的 变成我也要去误款 我意思说另外一个是 民法上的一个损害赔偿 是他们的权益 另外一个是如果说刑事上的话 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追溯期的问题 最高法院 事实上曾经有民事上的一个判例 是从知悉之日开始算起 近年来这个最高法院 他目前法院有这样的一个趋向 这最高法院的见解 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通缩 但因为这是 与关于台湾的法律秩序的问题 所以形式上是不是可以参考这个说 从知悉之日算 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有被刑求 然后从这几年开始发生 这个刑求的事情出现之后 然后开始变成他的一个错杀 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就可以追溯期 已经过了这个时效 就可以解套这个问题 甚至可以值得思考 那另外我补充说 刚刚讲到说 陈兆敏跟那个柯仲敬他们的心态 陈兆敏在2001年 当时我也是一起受邀到空军总部 那个中正堂那个礼堂 后面的一个贵宾室 喝咖啡的一个记者之一 那当时他是为了讲说 他的非安宁事故 然后刚好当时台中高分院那边 就有受理到这个案子 就有记者在席间提出这个 其实陈兆敏跟柯仲敬 我自己在旁边观察 我感觉他们的态度就是 不是死不认错 是他们从头到尾都不觉得自己有错 就是没有觉得没有错就好像陈兆敏也好 或者柯仲敬他退役的时候 都还认为尤其柯仲敬他们觉得 当时江国金安是他们办过最好的案子 他们当时还很自豪 他们觉得没有对不起国家 包括陈兆敏也是这样 所以就觉得说 为什么他们的差异 会跟社会出现这么大的落差 完全不知道自己有错 所以当时他还会在批示上 就刚刚讲的过程说 一切军因事法 现在听起来很讽刺 当时他们根本就是违法的 所以他从一开始就错错错 错到最后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观众朋友我们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讨论就是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要拼总统大位 他决定要出访 而且跑好几个地方 跑透透 真的是有机会外销之后 然后在这个出口 这个再转回内销 然后来拉抬自己的 这个选举的声势吗 那此外 大家都在质疑说 怎么跟贬系的人马走这么近 你还重用他们 那蔡英文他也有理由 他说阿扁培养的人才可是公共资产呢 休息一会进行广告 马上回来继续讨论